人稱女龍阿寶的李寶蓮感慨人類對森林的迫害開墾 在梨山以森林和果樹共存法賦予樹種 把買下來的土地七成賦予森林 三成拿來種果樹 而且不使用除草劑 她用14年的時間來證明森林果樹是條可行的路 雖然產量不多 但是這種方式不傷害環境 也不會讓土壤流失 她認為很值得 然後這幾顆是那個大樹 今年颱風倒了好幾棵大樹 我這顆也是整顆倒下去只好把它去端 走進李寶蓮的世界 蜿蜒的小徑兩邊種滿高大樹種 每一步都要哈搖低頭 就像是對森林的尊敬 14年來富裕的樹種 幾顆果樹點綴在中間 不仔細看還以為自己誤入了森林 來的頭一年一樣就是一下雨的時候 流下來的水是黃的 濁的 那可是經過兩年之後 因為我完全不用除草劑 都用人工割草 那兩年之後下再大的雨 連颱風天流下來的水都是乾淨的 這就表示我的土壤並沒有流失 農民在這邊 它有一種跟環境 真的是跟環境相處的智慧 然後不會造成太多的負面衝擊的 它就不會去撒出撒劑 但是這個規模會非常有限 李寶蓮的土地有七層面積富裕森林 只留三層栽種果樹 雖然產量低 但它強調自己夠用就好 每天整理林木 拔除覆蓋在紅塊 台灣沮喪的藤蔓 讓它熱在其中 賺多少 真的也不是那麼重要了 有水泥柱嗎 其實這個整個上面整個都是 我那時候因為自己一個人拆 這個拆了兩年 後來沒力了 然後也整個被樹蓋滿 所以就放棄 聯合報林沛君台中報導 然後再到達